只是中文 英文 各个国家也都有 包括捷克文 法文 德文 因为我们希望所有的来馆的观众 都可以了解我们创馆的理念 哇 那真是太棒了 因为星道法师创办人 他虽然我们是一个佛教团体来创办 但是我们不希望说他只是一个佛教的宗教博物馆 我们希望他是世界的宗教博物馆 所以我们在这里希望建立一个 介绍各种不同的宗教 那也让各种不同信仰的人来到这里 大家可以彼此互相了解 那在多了一些了解跟对方的认识以后 我们就会少了比较多的纷争 世界上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战乱的产生了 所以说他就是希望说呢 让这种的和平的精神发阳光大 对对对 哇 真是太伟大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在金色大厅 除了上面好像有一个夜空的感觉 好像是流星飞过 它其实也是一个眼睛的眼球 因为这个整个大厅的形状就是一个眼睛的形状 真的耶 对 那相对应在地板上 我们除了有十二星座图以外 我们也有不同的宗教的图腾 那我们希望观众在这里走的时候呢 可以认识不同宗教他们的象征意义 那另外我们还有细细的金线 这个金线是一个迷宫的图 那其实就是在天主教他们的教堂里面 常常会放有这个迷宫的图 它让信众在里面走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跟我们朝圣步道有类似的意思 因为你可能一开始进入信仰的时候 会有一些迷惑或是有一些挫折 可是在你在迷宫中走过以后 最后你会到达教堂的中心 也就是你信仰的核心价值 那就会建立你的一个信仰的理念 那跟我们朝圣步道就是有 好像困难的地方开始的时候比较多 然后到慢慢困难比较少 平顺的地方比较多 它有异曲同工的意思 所以来博物馆你可能要很仔细的 去观察一些密码 因为我们博物馆里面有很多东西 它可能光是看展示板还不够呢 那所以等一下就一定要拜托吴小姐 来帮我们做一个非常精准 又非常仔细的介绍了 好 没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要从哪里先走呢 那我们现在我们后面的是宇宙创世厅 它会介绍一个生命的起源的影片 所以我们往下走 接着到六楼就是我们的生命之旅厅 好 那我们再往下 这个是华言世界 华言世界 对 它是一个球体的一个构造 那它基本上有一个好像很高很高的球体的荧幕 那这个华言取自华言经里面 那它最重要的一个精华的一句话就是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其实这个在现在的全球化的世界 相信大家都比较能够体会 因为我们现在不但只是一个人 处在这个地球里 对 虽然我们一个人也可以生存 也可以自成一个世界 但是我们其实必须要跟世界上各个不同地方的人 共同来合作组合 所以在这个荧幕上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那个影片 那甚至还会介绍很多寺庙的建筑物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很舒服地坐在椅子上 对 然后这样子靠着背仰看着这个 好像在看天空一样的感觉 就可以看到上面的画面 对 真的耶 当我舒服地住在这巨大的球体中 脑袋里却不断地思考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这两句话我好像还不太清楚它的意思 但是呢我知道人与人之间呢 就是一个共同的生命体 要这个世界和平美好 那就从我们自己本身 也就是自己一个人先开始做起 吴小姐想请问一下说 那您现在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这个就是我们世界宗教展示大厅 那在这里我们有选了世界十大宗教 那就是当初帮我们规划博物馆的那个 哈佛大学宗教 我一来到这个世界宗教展示大厅呢 看到了好多不同的信仰的宗教 和它的一些代表的一些器具 而且呢还有很多缩小版的宗教建筑物 真的是让我非常感到惊讶跟惊奇 因为呢他们没想到呢 我们从缩小版呢看到它各种的一些雕刻 跟它的一些细致的地方 实在是让人家叹为观止 而且听吴小姐呢 他们说呢因为呢根据呢信仰人口跟历史的久远呢 它作为一个标准 所以说呢他们选择十个世界宗教 我在想说呢除了基督教和佛教以外呢 不知道有没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宗教呢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那想说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其实有一些宗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或是有一些认识的 像基督宗教佛教或道教 那我想为大家特别介绍 我觉得我们可能比较少见到的两个宗教 一个就是那个席克教 席克教 对 那我们可以往前走这边 那说真的我也没有什么听过耶 对 因为其实印度 在印度来讲 他们有两大的宗教 一个是印度教 这我知道 然后一个就是席克教 那其实佛教虽然发源于印度 但是它的信仰人口数来讲 没有这前者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个来得多 那席克教在台湾基本上是 没有人去信奉席克教 除非他是印度人 他在来台之前 不管是经商或是工作之前 他就信仰席克教了 所以在台湾本身 并没有相关的一个会所或会堂在这里 可是我们跟席克教 在因为囚办世界宗教博物馆 所进行的一些宗教交流的时候 有一些很有趣的小故事 真的吗 出来听听 对 因为席克教 他们的上师传到第十代的时候 他就告诉他的信众 信徒说 之后 我之后就没有传人了 那你们就把这本经典奉座当作是我 那大家现在看到 为什么这里是空的呢 对 我就看一个很漂亮 这个真是很漂亮一个东西 问题是奇怪 怎么空空的 对 怎么没有那个经典 对 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当时我们在筹办的时候 有邀请各个不同宗教的领袖 来这边参访 请他们也提供我们一些意见 那后来他们的席克教的宗教领袖 就说这个经典对他们而言 就是他们的上师 所以他们不能被关在柜子里 而且我们必须要每天的膜拜他 照他们规定的时间 那博物馆本身是把它当作一个文物来呈现 那博物馆也没有办法跟能力说 照他们的仪点仪式来做 所以我们就依 所以我们就依 席克教宗教领袖的要求 我们就将这本圣典奉还 就是还到他们在香港的分会 那其实这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尊重他们的做法 那我觉得也是符合我们的信念 就是尊重 包容 博爱 因为新道法师并不会希望说 把这个国务馆创办起来 可是不尊重当地就是原来宗教的一个信仰的理念 那很有趣的就是说 之后我们再筹办我们的宗教建筑模型 那我们因为从来没有办法进入席克教 就是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金庙 这是他们的一个精神的堡垒 他们真的本身就是一个整个就是金色的吗 对 他们在上面全部都是用黄金打造的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的上半部 那其实这在当地 连一般民众都很少可以去 所以我们也没有可能去获得他内部的一些图片 所以我们在写信 请他们席克教宗教领袖 是否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内部图片做参考 因为我们的宗教建筑模型 不仅外观要一模一样 对 我们连里面都要一模一样 里面 对 那所以他们就很热忱的很热情的邀请我们去 直接到那个金庙里面去参观 哇 连他们当地办都没有办法去 对 你们却可以直接进去 对 所以我相信说 这也是我们当初尊重他们 那所种下的善音 结了一个善缘 所以他们之后也很热情的回馈我们 因为他们也希望说 在从来没有听过席克教的台湾 能有更多认识席克教的机会 对 所以他们就很热忱也很尊重我们的 请我们去那个金庙做参观 那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 金运满他 对 这是其实在台湾经商的一个印度人 他来世界宗教博物馆以后才发现说 这里居然介绍了他所信奉的席克教 而他在台湾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他非常感动 那也觉得说我们很可惜 因为盛典被还回去了 我们没有机会 那所以他把他家里供奉的这个上师的照片 就直接送给我们 那金玉满堂是他在台湾买的 因为他也买不到原来印度所摆放的那种器具 所以他只好找一个最接近他们的那个器具 就是我们这个神龛的这种家具 所以他就整座等于原封不动送来给我们 那我们也是非常感动 也很高兴说真的是建立了一个平台 让大家互相可以交流跟对话 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席克教 对 那真的是很棒 那再过来这边可以看到台湾人的信仰 对 因为其实世界宗教博物馆能建立是非常特殊而有趣的 因为台湾是包容多元的宗教 其实在其他世界各地 或许有人想要建世界宗教博物馆 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是信奉单一的宗教 对 那台湾不但可以包容不同外来的宗教以外 我们也有自己的民间信仰 那当然只是说在 刚刚我提到的那个标准 比如说信仰人口数 信仰人口 还有历史久远的情况下 它排不进十大 但是我们觉得既然是尊重包容博爱 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域特别规划了一个就是 for我们台湾人的信仰 让大家也可以来了解说 原来我平常会拜的王母娘娘 玉皇大帝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 还有什么样的故事 那真是很棒耶 这可能是贵求的民众 就是求耶稣可能跟他告解 或是求他赦免他 那这边是他的屎子 嗯 这些大部分的我们 这些大部分的王子 我先来熟悉